大家好 我現在正在 城海連下 大家看一下 城海連下的路都是這樣子的 城海特色 又塞車又修路 天天塞車天天修路 今天在城海 在城海幹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我這一帶 早上去了 嘉聖紫菜場 上週是去萊塢那邊拍的紫菜 所以今天特意去介紹我拍紫菜 人家的紫菜場 你們去看一看 然後找一些好貨 希望能帶給大家 然後既然來到了城海連下 就要來吃這裡最特色的 我們的蔗菇飯 這家呢 聽說是汕頭 不僅是城海汕頭 他也是排名No.1的 這邊就是廚房 我們看到有五位師傅 五個砧板同時在切蔗菇 我觀察了一下 蔗菇在這邊呢 會被切之後呢 分成三個部分 起肉 雙盤 兩個超級的 蔗菇的翅膀跟腿骨 會放在這裡 炒沙茶跟香菇 各種配料 炒完之後呢 會作為炒飯的配料 然後呢 骨架會單獨拿出來 作為火鍋的一個康底 在這裡吃過 做一杯 有一個碗 吃碗 看我 吃 四碗吃 我只要一杯 拜託的 要拿一個 我只要吃好多的 我只要吃 這樣就不想拿 喔 這兩盤的就是試遮遮骨 好奧口 不知道怎麼點 普通話不好 很薄啊 其實真的騎出來之後沒什麼揍的 一盤大概是一斤吧 一隻遮骨250克 那就是兩隻是一斤 你看 熱心濃郁 吃過10斤啊 10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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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了 應該是幾斤啊 哈哈哈哈 他就連個燒水 四斤未成啊 這個就是這鍋湯 五架加上五瓜 豆腐 紅棗 枸杞 一起煮的這鍋湯 它這裡面其實有挺多包廂的 我看到包廂最大的一個數字是42 然後中間的 像我們中間的這些 也有一些小包廂 然後我們選的是大廳的位置 因為大廳這邊是有陽光嘛 拍起來就是這些食材看起來會更清楚一點 好 炒飯來了 這是它的炒飯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從這鍋上面 剔出來那種翅膀的骨 蛋花跟蔥花加上這鍋腿骨 跟翅膏翅膀一起去炒的這個炒飯 要小心喔 這是骨頭來的 好薄啊 吃完後面水嘴的 咬的鬆的 咬的碎的 炸的那個沙茶 炸的就是肉很乾 沙茶很入味 骨頭非常的脆 吃了是不需要把骨頭鋪出來的 炒飯的整體還不錯 綠綠分明 它這個飯不會煮得非常的綿 炒飯如果說用了綿的飯去煮就不好吃了 它這種飯是比較硬的 還可以 在那邊煮到我煮後 真的會吃肉才吃 因為全面煮到乾就脆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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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炒飯 開始吃 蔗菇 蔥 切的還是真的挺薄的 它都放進去十幾秒 剛剛攝影師已經吃了 說很脆很脆 爛鬼 這塊中的大概煮了十秒鐘 我不敢煮太久 因為我怕它煮老 因為它本身就切得很薄 雖然說它切得很薄 但是你吃進嘴 還是有比較好的飽口的感覺 而且它跟我們上次去星期正吃的那個 上京土雞火鍋是一樣的 它的肉吃大概有點脆 口感很好啊 我這個煮的時間點 把握的應該是剛剛好的 試一下煮個三十秒 再來試一下 再來試一次 更大塊 更薄嘴 很難想像它看起來確實很薄 就是進嘴有這種感覺 眼見不一定為十 觸一下三十秒的 看會不會很薄 再試一下 找一個小塊的 吃了之後怕浪費了 不會啊 頭看還聽到的啊 那就是這隻鳥的這種字很好 對 吃第二次 這次煮了大概是二十秒 好辣 你能感覺到 它比煮三十秒的那個肉 多了一點點 那種鮮嫩在裡面齁 就是很細微的那種變化 你一定要像我這麼有經驗的 才能吃出那種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大概在15到20秒就OK了 這樣 經過三次的嘗試 大概就這麼一個時間 好了 講了這麼多 應該我講的都夠詳細了 接下來 我就純吃了 不講解了 容我好好的吃一頓飯吧 結帳 130塊錢 四隻浙菇 一碗炒飯 人均75塊錢 紅圓浙菇飯 還是挺好吃的 大家有空 可以來城台這邊試一下 我們要繼續在城台逛一逛 歡迎關注阿瑞的帳號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